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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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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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剧场的时候是披着的 你就说白?哪里白? 可能我这个灯太亮了 我去剧场的时候是披着的 这是最暗的最暗的灯光了 灯光很重要 一个人的妆容什么的都要灯光的配合 如果灯光配合的不好的话就会非常的完整 还有很多的杯子 但是我刚刚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杯子竟然漏水了 可能是我没有把它拧紧的 漏水 对我还没有检查这个充电宝 就很离谱 而且我刚好提的那个袋子 它是那种布 就那种布的袋子 谢谢你的奶茶 布的袋子 然后那个水就在里面积着 都是湿的 你们看 都是湿的 不敢用它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进水 就我边走 边走边感觉好像哪里在滴水 就很恐怖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根本不知道哪里在滴水 然后把包一取下来 哦 发现是包在滴水 谢谢你的一个一元包 应该还可以用吧 谢谢你的一个一元包 对啊 我就是把水杯放在包里啊 就是我 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的一个一元包 就漏了 哇塞 但是很顽强 我的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手机也进水了 这个手机也进水 都没有问题 no problem 很防水 咦 怎么没充上电啊 咦 为什么没充上电 冲上了 冲上了 我待会还要用它放歌呢 不能没电 我就是在趁这个直播的时候 一边直播一边 给手机充个电 然后待会直播完 我就下去了 我就下去 danci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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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谢谢 谢谢科技的99个一元包 真的假的 瘦了吗 你们看公演感觉我瘦了吗 哦 那个是sank 都一样了 反正我听着像电 我听着像电 哦 你们知道吗 我花了 我花了 巨 巨额珠金珠来的衣服 我花了巨额珠金珠来的衣服 我花了巨额珠金珠来的衣服 竟然没有办法跳舞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是老师会踩到 所以我决定 就是那个衣服可能就穿不了了 因为它太长了 然后老师会踩到 所以我决定那个衣服 毕竟还是很 花了小四位数租 租金珠来的 所以我决定要录个视频 真的好贵哦 哦 只是租金这么贵啊 只是租金这么贵 只是租金这么贵 租金而已 呃 它押金真的很贵 因为它押金就是那个衣服的原价嘛 好贵啊 谢谢 谢谢才不要做傻白天的一百票 谢谢 它日租的话就是三十块吧 好像三十块一天 可是它的那个押金真的太贵了 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利用它 三十还是五十 五十 五十吧 反而也挺贵的 要好好利用它 对 谢谢 谢谢你的投票 还是挺贵的 还是挺贵的 一天哦 一天这么贵哦 我又不是只住一天 很贵的 你知道两三天算下来就 上百了 虽然说跟这个衣服原本的价格 还是要相比要便宜很多 可是 这个价格 也堪比买一套衣服了吧 嗯 所以我这次的那个拉票的衣服 都是买回来 然后呢 然后就是自己改了一下 到时候你们就能看到 你们就能看到我改装的衣服了 改装 改装 期待吧 不用 还会就不用洗 他有说 就直接打包机回去就好 他拿着洗 嗯 对 我在那改衣服的时候 那边的stuff还说 你自己在设计吗 我说对啊 对啊 就很自豪 不过 然后 我去年圣诞的时候就想自己改衣服了 对 当时还萌生了买缝纫机的想法 但是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实用 可能也用不了几次 打了几块 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 我不懂 我就只是加了一点自己的这个想法上去而已 就在我那个原本的衣服上加了一点自己的idea 看来我适合做幕后啊 哈哈哈哈 笑死 明天是 我们反正 因为我们下午还有 明天我们下午有电 电卧 对 我们下午有电卧 所以是一点左右 一点左右 从中心出发 嗯 就是昨天跳了呀 然后发现没办法跳舞 发现那个衣服没办法跳舞 会把人扮死 就我 可能一个动作就能把我摔倒在台上 所以我就决定 嗯 克服一下 看看能不能录个视频吧 因为他录视频的话 也会很吃力 昨天也有就是录一下 非常吃力 根本没有办法动 做佛 神经病啊 对啊 是的 一条龙服 不是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你们想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礼服 不是的 唉 希望明天拉票一切顺利 嗯 一切顺利 不是婚纱 我搞 我不搞那些唯美的 我 我 这次的主题 不是唯美风 我是 热血风 对 燃死 热血风 嗯 我要 mystery 完了 我觉得我 讲完以后你们更要把它脑补成一个那种什么宫廷风的那种礼服了 不行 我不能再给你们透露了 我不能再给你们信息了 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太期待太高了 然后后来发现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就期望落空 谢谢 我想起来之前 我也是带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项链 我自认为还蛮普通的 但是就是很好看 很好看的一个项链 就有人问我花了多少钱买的 他以为那个项链要上千上万 然后后来我告诉他 我在那个批发市场买的只要几块钱 他就 他就那种 可惜你这个项链看的质量好了 对 就看着像价值几千元的那种项链 不是两元店 就是广州这边有个批发的批发视频的市场 在海珠去那边吧 好像 他又没有想要 他只是觉得很漂亮 但是就看着很贵的样子 但他并不想要 还好吧 我最近上那个1688拼了很多 那我倒过水 我最近上1688淘楼很多 饰品 就是可能有二三十个吧 就几十块钱 加起来一共几十块钱 谢谢你托了一票 还是觉得挺赚的 你们没听过1688吗 就那个阿里巴巴呀 阿里巴巴 这上面的东西超便宜 都是几 几脚 几脚钱 的那种 然后我买的都是那种 没有超过一块钱的 或者是两块三块的吧 贵一点就两块三块的 对 比拼多多还厉害 对 批发的 所以就是要一次性买很多 不然的话 他的运费就会很贵 他的运费好像要三块五吧 不不不 一件不包邮 他是要买多少多少 他会包邮 可以用啊 可以用的 我给你们看 我最近买的 哦 这个 这个就是我最近买来 就是拿来夹衣服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公演的衣服会非常大嘛 然后这个它就是 可以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针 这种 然后把你的衣服 这样子给它夹起来 就会变小 然后夹在衣服上 也不会看着非常丑 因为如果夹叠针的话 就挺 嗯 挺 乍眼的吧 但是像夹这种就 既让衣服上 有一种 领上添花的感觉 然后又有收紧衣服的效果 这种 买了 就买了 还挺多的吧 它是一起的 一起的 它都是 一起卖的 这种 然后它有很多个款式 跟钥匙 就非常的香音 你听到香音是什么意思吗 不会 这个不容易扎到肉 就只要你别好了 就不容易扎到肉 晚上好 香音 香 就是香音的意思 就是非常的划算 在我们那边 川普 然后我这儿还有 就是随便买了一些小饰品 哎呀 有点曝光 这个 这个是我今天 universe的那个 戴的那个紫色的耳环 非常好看 我抬转给你们看看 也是几块钱 两三块 一两块吧 谢谢 谢谢笑笑的紫票 哎呀 有点看不清楚 它是那种紫色的 就是那种 那种带一点点 看到了吗 带一点点闪闪的那种紫色 看着很高级 像这种的话 如果 不是 蓝紫色 蓝紫色 像这种 如果工眼上掉了的话 也不会觉得很心疼 因为 不会 不是那种特别贵的 就比较适合工眼 因为我们的东西 怎么说呢 哎 就很容易被误拿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 为了凑单买的 因为它要包油嘛 它要买多少钱才包油 然后 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星星 跟一个星球 其实戴角度上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比较素 反正就是 如果有这种 小件的东西 你们想买的话 就可以上那去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像我之前 还有什么在那买 我还挺经常在这些地方买的吧 对 我基本上买东西都是在这些地方买 因为很便宜 相对来说 像我现在都觉得淘宝的东西买的超级贵 淘宝的东西是1688的两倍吧 两倍价格 然后是拼多多的一倍 所以我一般要买什么东西 我会先货比三家 然后比完了以后再看那边比较便宜 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啊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 淘宝都要贵个两三倍 大部分吧 大部分都要贵一点 对 要货比三家 看一下到底 因为它有些1688的 它加上 它如果没有满配送费的话 其实还是挺贵的 还是挺贵的 它有些 几块层的东西 它配送费可能都比那个东西还要贵 所以你就要看一下 哪边比较划算 三个地方对比一下 嗯 对 货比三个APP 是的 买上好 而且也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 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 比那些领券什么的方便多了 东哥是什么 哦 这样子啊 京东那就更贵了 京东太贵了 就是它可以 在我看来 就是要给他们排个名的话 就是京东 淘宝 拼多多 1688 就是这样子 京东太贵了 虽然说它很多是隔天到的 但是太贵了 对我来说 很少吧 很少有便宜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贵个几十块钱 嗯 像买那些什么五金材料啊 还有这些五金饰品 我觉得上这个1688就非常合适 对 交给你们的省钱小方法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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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些什么会员什么东西 贫穷 贫穷限制了我买会员 618 谢谢 谢谢你的姻缘吧 我其实之前 有一次 但是买会员也要钱 等一下 我在开直播哟 好 我们房间开灯了 一下子好像没那么亮了 对 谢谢你的两个姻缘吧 我们之前 就是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我想说什么来着 哎呦我记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哦哦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就之前628活动的时候 他不是 都是买 每满200减多少 或者是每满300减多少吗 然后当时我就是想赶着最后一波 买 买 买一双鞋子 就买那种 叫什么 玛丽针鞋 最近还挺流行的 买鞋子 我当时还看呢 他是 可以减的 结果后来我那天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忘记了 等我再去看的时候 发现他不打折了 发现他也不满减了 我整个人大吐鞋 好难过呀 而且他确实就没有6 没有618活动的时候 会比平时贵 玛丽 叫什么玛丽针 玛丽针鞋 就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鞋子 谢谢21的酒票 对玛丽针鞋 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鞋 也可能是已经流行过了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还挺百搭的 小米 小米应该还不错吧 好像最近没什么想买的 我现在不要随意问女孩子的体重好吗 好吗 就随意问女孩子的体重 什么 这种吗 这种软内服吗 我主要是因为觉得方便 就是不用想下身要配什么 直接套上 一整套 over 想减肥 就是你得找对方法 首先你要让自己成为异瘦体质 像我之前就是 还挺容易胖的吧 我是那种异胖异瘦体质 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容易胖 因为改正了一下我的饮食习惯 嗨 可以的 我下身就穿的是裙子 就这一个连衣裙把下身也盖住了 但是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的裙子 你们看 这上面居然有一坨油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而且我昨天才把这个裙子拿出来运了一下 所以 是不可能 这个油不可能是我自己弄上去了 但是就 闻着还有那种辣油的味道 非常 非常 就非常 一言难尽吧 我都上了车以后 我才发现我这个裙子上有这么大一坨油 可以的 可以要 马上就要洗了 Sara就去把洗了 我没有吃 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还可以要 但是要洗它 什么叫 气球体质 走开 我没有天天不吃饭 还是得吃的 只是因为今天 没什么食欲 就没吃 反正肯定不可能是我自己蹭刀的 非常离谱 待会就把错了 对 我明天拉票结束以后 我的好姐妹王炯义也回来了 我们两个决定出去吃的好的 因为她也在减肥减了很久 我也在减肥减了很久 就为了明天 然后等她回来 我们可能就会约着吧 约着一起去吃个好吃的 很幸福 跟口味相同的人一起吃 哇 很开心 我腿好细 谢谢 谢谢 有点浮宽了 我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到我最瘦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怕说体重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那个的 就现在83吧 83的样子 不是个秘密 不瘦啊 我的目标是76斤 83算一算 距离76还有多少 还有8斤 是吗 是8斤吗 83 8281 80 19 78 77 76 8斤 不对 我怎么突然不会算数了 等一件啊 算一下 86 减 哦不对 83 减 76 等于7斤 还有7斤 很差 距离我的目标挺很差 7斤 我刚数对了 我以为我数错了 怀疑人生 不瘦啊 我希望是小时是小时关爱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他的关爱 他只要不打我 我就觉得是对我的关爱了 我 我 对 还没到达我的目标体重 就是可能我不喜欢那种 我不喜欢现在这种 刚刚好的 我喜欢再瘦一点 对 我比较病态吧 我的那种审美比较病态 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有些人喜欢你胖一点 有些人喜欢你瘦一点 对吧 都很正常 我就喜欢我自己再瘦一点 这就是我的审美 我喜欢那种 非常非常瘦 瘦的只剩下 也不要只剩下骨架吧 就是要比 只剩下骨架 再胖一点 不我只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而已 我对别人没什么要求 我不喜欢小肚子 我是一个眼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我对别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 我只会对自己有要求 比较严格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嘛 为什么会容貌焦虑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对自己比较严格 比较苛刻 经常会放大自己的一些缺点 而不去看自己的一些优点 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好的 我们就是应该要放大自己的优点 去隐藏自己的缺点 而不应该去放大自己的缺点 隐藏自己的优点 或者是忽略自己的优点 这是不正确的 呼吁大家要多看看自己好的地方 我没有啊 我没有 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只是我自己有点做不到罢了 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 跟他的行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偏差 他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不一定能这样去做 对啊 每天都可以去 以前 以前我会有一个记事本 就是里面会写 我这一天发生的 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或者是 别人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 我都会去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谁谁谁今天夸我了 或者是 今天的妆画得很好啊 什么的 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其实 这些东西 等你有一天 感到沮丧的时候 再回过头去看 你会发现对你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能鼓舞到你的 像今天 我就被谢飞夸了 谢飞说我今天的妆画得很元气 但是我其实是觉得有一点黑吧 他就说很元气 对吧 被夸了 很开心 你们为什么要用显微镜看优点 就这么难 就这么难吗 这样子吧 你们现在每个人说一个自己的优点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长得帅 长得高 或者是头脑好 人缘好 都可以 来让我看看 你们有什么 自己觉得是优点的事情 不要脸 你确定你不要脸吗 还有什么 唱所欲言 no face 这是 不要copy别人的好吗 生命力强 生命力强 是指什么呢 能再具体一点吗 我没有觉得你不要脸 为什么要说自己不要脸 还好吧 熬野熬不死 就是 非常生命力顽强的一点 但是这样子很上身体 就是 其实是在破坏自己的身体的 想不到优点好好想一想 毒蛇算吗 如果你觉得是优点的话 那就算 喜欢我 那确实可以 是个优点 摸鱼 我是认真的 摸鱼这个 算优点吗 如果说 你觉得算的话 你觉得算的话 那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 比较 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运气好 莫名其妙拿了一个大公司 实际 这个运气好吧 也不一定就是 其实我觉得运气都是 实力的积累 实力的一种积累 没有 行吗 看看 我直播很难 我直播很容易看到好吧 打开口袋四八 就可以看到陈桂军直播 没有 没有开心的事情吗 比如说今天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人迎面向你走来 然后很开心的给你打了招呼 笑着给你打了招呼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对吧 因为他的这个笑容感染到你了 反正我会觉得 如果 一个人非常开心 笑着笑容满面的迎面向我走来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就会把它当成一件 今天的开心的事情 翻牌了 很开心 那我读弹幕开心吗 我沉睡了五个小时 你沉睡了五个小时 什么白天睡了五个小时 就睡眠得到了满足 完全没有开心的事情 看我直播不开心吗 店不开心吗 每一天都很开心 很幸运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换乘公交车刚下前一辆会一辆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就省去了等待的时间 直接就上车了 确实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小事情 反正如果我遇到了这个我也会开心的 我也会开心的 我也会很开心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 我看到一些平时很开心 会非常用一个非常阳光元气的方式 给你打招呼的成员 他有一天突然就没有那么元气 然后我过去看到他 我都会很提起自己120分的精神 去给他打招呼 然后他也会啊就回应我 也会觉得很开心 转了点零用钱 那确实蛮开心的 确实值得开心 就是一间接小事情啊 确实 挺好的 就大家其实都有在留意身边 发生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为你们点赞 要是要是有有这个想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每天记录下来 然后记录下来 对也不用太多 也不用说什么什么事情都记录 就是记录你开心的事情 或者让你觉得这一天 非常那个瞬间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当你有一天可能 有点沮丧啊 或者是有点迷茫的时候 你再回去翻看 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自己有这么多优点 然后我这么优秀 对就不要不自信 我明天也会 明天还有拉票呢 对 大家可以守着直播 看我的拉票 我都没有留意到自己在放什么歌 你能听得到我的音乐吗 好的加油 会加油的 谢谢 谢谢你的影片 今天的歌单还不错 就听这个歌单吧 我看一下还不错 谢谢谢谢 才不要做上白天的酒票 你想到开心的事 那你不说 好吧 你等于没说 等于没说 说了个寂寞 寂寞 我要想想明天穿什么 好想穿这种 直接套上就可以走的衣服 而且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穿这种衣服吗 就是因为它又可以遮肉 又可以不用自己去搭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的 那明天我就穿另外一套 我就穿另外一套这个衣服 像说这些衣服出镜频率都还蛮高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了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在讲这个 还是说你们已经讨论过了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跟上个星期 有哪里不一样了 他动你们的小脑瓶 我动了 项链 动了什么 看看你们有没有人能发现 就是外貌 也不是外貌 就是外观上的 外观上的 动刀了 那也没办法那么快恢复吧 头发 头发怎么了 变黑了 然后呢 还有吗 开了假发 冰狗答对了 还有还是还是有细致的人 对我这几天没有开直播的原因 就是我拆了假发 然后呢 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我本来是想拉票的时候 就我本来是想等到拉票完再拆了 但是这个头发 它里面就是打结打得非常厉害 根本都已经输不值了 因为毕竟我还是接了那么久嘛 就后来真的是一个星期都再坚持不住了 就把它拆了 而且我我跟你们说 我忘记26号就是今天 我忘记今天有公演了 我以为直接就是27号的公演 所以我当时拆的时候 我就在想 到时候 哼 我拉票的时候 让大家脸 我要让大家眼前一亮 然后结果今天有公演 就 就 呃 就 就很好笑吧 就今天有公演就没办法了 我当时那么多天没有开直播 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眼前一亮 结果好吧 今天有公演 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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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过了 我扎着头发 但是也是短的呀 我之前是长的 哦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估计 没有办法看出那个发量是吧 对我今天公演就是短发 但是说实话 我这个头发真的长得还挺长的了 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扎那个双马尾 它会是这样子处在这的 就像这个这个头发一样这么短 就没想到这么长 太长了 嗯 对长得很长了 而且它里面打结打得很厉害 我那天去拆这个头发 可能拆就半个小时吧 我把它梳直都梳了半个小时 而且巨痛无比 因为它里面是打着结的嘛 就是这个头发 跟那个假发连接的那一块 它是这样缠着的 打着结的 就很痛 根本舒不直 就要一搓一搓去给它弄 看超级痛 无力巨痛 对 现在想想都痛 人都要没了 没想到 接的时候这么轻松 中头也这么轻松 但拆的时候会这么痛 是的 现在头发差不多已经到尖了吧 这里 可能披下来就是 刚好垂到尖锁 对 我也快要喝水了吧 嗯 没有 我公演改了发型的 今天一共有三个发型 今天这场公演化了三个发型 为什么会奶茶喝到兔 投票很卡 可能今天有很多人都在投票吧 因为明天就是速报了嘛 大家都在冲 也就会比较卡 哦 哦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 我说我开直播之前 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 就是 那个 黄色的 黄色的APP 黄色APP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看到了 对 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这次没有垫底很开心 哈哈哈哈 哎反正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次 我也看了一下 确实都很厉害 所以啊我很开心 呵呵 这是什么歌 鱼膏 我待会儿开到 12点吧 开到12点我就下去 再搞搞 我最近真的是 机无力 我觉得我等我这个忙完了以后 我要去看看 要去看看是什么回事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公演台下 从公演台下跨到公演 那个舞台上 我都觉得我的腿要抬不起来了 就非常的吃力 我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那天今天 就是今天 我整个人都在想 我到底怎么了 不是 我不知道 想去看看 不是 是在今天还没有跳公演的时候 我在那个台下 我从台下的那个台子往上跨 我就在想 哇 为什么这一步会这么的累人 为什么会 这么的吃力 这种叫鸡无力吗 我稍微想 鸡无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表现为肌肉无力 质疲劳运动 障碍等 要怎么样去检查呢 这个 什么好奇怪 现在好恐怖呀 肌无力 肌无力是指一块或多块肌肉的力量明显下降 肌肉无法正常运动的症状 主要由于中枢级外周神经系统病变 肌肉病变及肌肉神经接头病变引起 天呐 天呐 我觉得有点吓人呢 神经类科 神经类科 我没有我就是看看 他上面是这么说的 算了 我到时候上那个吧 我上我上那个平安银行看看 因为平安银行 他有那个叫什么 他有那个在线问诊的医生 我之前好多次皮就是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我都在上面看 我在上面问 肌肉疲劳 可是为什么会肌肉疲劳 我觉得很突然 太突然 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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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这样 为什么 这首歌很好听啊 我很喜欢这首歌 就很 别有一番风味 像那个喜一样 喜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因为他这两首歌 就是有点偏古风歌的吧 也不是偏古风歌 就是那个喜那首歌 确实是一首古风歌 然后刚刚那首歌 他的旋律 对我喜欢慢歌的旋律 我给你们听听那天 就是那个staff姐姐给我听的 那个staff姐姐给我听的 那个现场版 那首歌我也很喜欢 虽然说它是一首韩文歌 但是听着很有古风歌的那个味道 我找找那个歌手 你们应该可能听过 因为我在听之前 我发现我是听过这个歌的 这旋律一出来就非常的熟悉 哇好好听啊 绝了 这首歌就是这个老师写的 词曲都是他写的 让人想要天心祖舞 你们往后听听到副歌 可能会有一点印象 反正我是在听到副歌以后 才有印象 我是听过这首歌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ww.sbello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的现场版更绝 我那大时 那个姐姐给我听的是她的现场版 超级厉害 我觉得我们那个姐姐特别有审美 审美真的很好 好好听哦 就是她的那种现场 在那个屏幕前听 你都能感觉好像要唱到你心里去了 就更不要说如果在现场听到她唱歌 我可能都会流泪吧 我觉得真的会流泪 我可能会流泪吧 我可能会流泪吧 谢谢你的一票 其实我之前有学过韩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跑去学韩语 我在犯防弹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很有时间跟精力去学这个韩语 然后我就抱着那个韩语书开始看 因为它也是跟日语一样前面会有那些音节 就那个像五星图一样的那种单个的字 然后再组装在一起的 就是我当时看完那个 我看完那个以后我就背不下来 告辞 背不下来 对我们下周好像就有那个线下的一个握手绘了 还是拆盘来的 曾经 因为我是歌 我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舞台犯 就是我不会管你私下里是什么样子 只要你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 是偶像该有的样子 我就会很喜欢 对我就是完完全全的舞台犯 我不犯我不犯 我不犯台下 而且我是作品粉 我是 对作品 不管是歌曲还是舞台 我就只喜欢他们的舞台 我作品粉 我基本上我喜欢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对我喜欢的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感觉如果说我 虽然说也不一定有机会能正距离接触吧 反正我是那种 我觉得要有距离的 要是太近了的话 可能有一些东西就会变 距离产生美吗 而且我之前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手 那种歌手 日本的爱豆 他后来去演戏去了 然后我就出坑了 我就出坑了 因为我发现我只喜欢舞台上的他 他后来去演戏里以后 我就觉得变了 就是找不到当初的那个感觉了 没有当初那种 让我觉得很向往 或者是很热血的那种感觉了 日本的 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什么 可能就真的是个舞台 非常纯粹 非常完全的一个舞台范围 哈哈 知道我在说谁 对 看来就是对了 大家都知道 想不起名字 没关系 他已经 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了 但是很正常 一般来说 日本那边的爱豆都是全能型的 就他们可能一开始是靠舞台出来 但是后面就会去 拓展自己的这个路子 就会去拍戏啊 做综艺啊 做主持啊 这些都很正常 日本的爱豆都比较全能 嗯 就是每个人 犯爱豆的新路历程都不一样嘛 包括喜欢的点 有些人可能就纯喜欢颜值 或者是喜欢这个人的性格 但我就是那种喜欢舞台的 如果没有了舞台的话 我就会 我就会 那个 哦对 我觉得他也挺不错的 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了一个 他演的一个很甜的剧 还挺不错的 就有的时候确实 生活压力 会让你看到有一些比较美好 比较甜的东西 就会 心情变好 心情变好 我觉得他很专业 对 非常专业 包括他不是演那个剑客浪星吗 那个武打戏 我之前刚好在首页刷到了 就他练打戏的那个片段 叫什么 浪客剑星 剑客浪星 哎呀我有点 反正就是内部 漫改的 漫改的剧 嗯 浪客剑星 我刚说是剑客浪星吗 sorry 我没有看这个 但是我是看了他的那个花絮 就是他练 练那个大戏的花絮 嗯 然后看了一部 他演的很甜的那种爱情剧 爱情小短剧吧 嗯 浪客剑星 我没看这个 但据说这个很好看 这是好看 有不少人给我推荐过 嗯 有机会看看吧 有机会看看 笑死我了 谢谢 谢谢沙白坦的夜店 谢谢你 会看到 会看 只是 要一点时间 因为最近比较忙 最近真的很忙 我跟你们说 最近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过来 我都直接给他挂了 因为实在是 刚好都有事情 而且他们一般打电话过来 就会让我去 帮他们干嘛干嘛干嘛 就根本分身乏术 你们知道吧 嗯 反正 反正 等 忙完这段时间就看吧 对吧 尤其是你们给我安利的 我会好好看的 嗯 我会好好看的 哦对 我要准备 关了 你们也打点睡吧 因为我还要准备下去 我要准备下去 对 你们打点睡哦 明天拉票公演见 拜拜 等等 等什么 等什么 晚安 哇哦 谢谢 谢谢傻白甜 谢谢不要做傻白甜的99票 谢谢你的投票 谢谢 鼻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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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早点睡吧 早点睡哦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好的 真的是 对 本帝 对